主料,鱿鱼500克,辅料,油,盐,料酒二勺,姜,蒜,葱几条,辣椒几个,花椒一勺,豆瓣酱半勺,进行半勺,准备时间,10到20分钟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准备点鱿鱿洗净,锅加水烧开,放入鱿鱼,加点料酒,捉水煮一两分钟,鱿鱼捞出控干水,准备点辣椒, 花椒和蒜片,准备点葱,切点姜丝,辣椒蒜头切细,锅加油,加入辣椒,花椒,姜丝和大蒜炒香,再加点豆瓣酱,炒出红油,加入鱿鱼,加点料酒,撕盘粉搬炒,加入葱段,加点盐和鸡精调味炒匀,装盘,烹饪技巧 一,由于加料酒捉水,可以去异味,也可以定型,二加麻辣的味道更开胃好吃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 对比较多相关资讯